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做什么?我似人子? 我不会再做人子 就不是因为网民 或者叫我做人子王 去写一句话说不是 要看下去才会知道 有原因在后面 我做什么要过来? 你想捉我做人子? 我做什么要做人子? 我要似人子? 我说不要再做人子 我死定了不要再做人子 其实我不是在做人子上 在做人子上 雜誌他们的粉丝看了 写了一张帖子 就变成了人子王 自己完全没有遗疑 但他们说是呀是呀 我看回来说是呀 原子不有有都有有 什么都有 我变成了勾起我自己很多回忆 张哥 拉英拉帝 你是做哪个角色的? 邵芳芳 四个角色里面 张可怡的样子都像尘寶珠 然后鲁佳也很像雷琪 然后鲁宇就 因为四哥比较多特征 她的动作 做戏的方法 不停地说 萧芳芳 萧芳芳 就是尽量动静斯文一点 不要自己很大动作 很夸张 没有朝军 没有朝军 我拿过一次感都不记得了 那不是家伙 她写得很好 当然对手也好 很多粉丝放不下的一套戏 因为是一个悲戏 以前拍也是和她拍 你会觉得很舒服 很自然 又不会刻意要和自己说 你要怎样喜欢这个人 你要觉得他怎样 又觉得很容易投入到的 大家没见过十几年 但是一瞎起做 又是全都在 寒雨 哈哈哈哈 我是不懂的 其实我只记得她的名字叫寒雨 我刚才说了很多次了 还没够屁 我都要你再说一次 那行不行 是啊 你和其他说这么多次 你都没跟我说过 我又要听 那我们刚刚又拍了一集电影版 整件事是不同的 那很开心 当时是见到有份的演员 当年有合作的 是很 那个感觉是很开心的 突然之间见到有谁出现 是真的好像我回到以前 就是我的角色 就是见到很多年没有见她 我现在见到你 我很开心 是有那个感觉 我们以前 其实以前反而 不是那么熟 反而现在还刚刚谈了很多 那里是好多了 我现在去看她看看 就好 我就好 好 是好 好 我们